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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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后 学习成绩自然不如姐姐 因为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而且在我们乡下老师在叫我们的时候 说的都是方言 因此回城里上学后 我却听不懂普通话 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可父母却觉得我天生没姐姐聪明 父母给姐姐报补习班和兴趣班时 却刻意把我遗忘了 我小心翼翼地低声问道 妈 我也想去上兴趣班 我也想像姐姐一样学很多东西 学什么学 你也是那块料 你这个猪脑袋 你却只会浪费我和你爸的钱 再说了 如果你和你姐都去上兴趣班 我和你爸哪来那么多钱 给你们两姐妹去学 听话 你姐姐比你聪明 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反正以后我们又靠你 我们靠的是你姐姐 听完母亲的一番话后 我躲进房间里 偷偷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起 我发誓一定要争口气 一定要让父母对我刮目相看 在学校我不懂就问老师和同学 课间时间 其他同学都在玩 而我却在学习 我一定要把落下的学习补回来 因为我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跟了上来 期末考试时 我由原来考试不及格到考了八十分 可父母依然不高兴 因为姐姐考了九十五分 父母因此奖励了她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 和一双粉色公主鞋 而我只有看的份 为了赶上姐姐的学习成绩 只要有空 我就不停地看书 刷题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的学习成绩终于和姐姐不相上下 我期待父母能奖励我一双粉色公主鞋 或者是一条裙子 谁知母亲却只是奖励了我一个雪糕 我感到很难过 一连好几天我都不开心 我觉得母亲对我有偏见 否则她就不会这样对我 可我却敢怒不敢言 因为我担心自己反抗后 会被父母送回乡下 和外婆一起生活 几年过去了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了外婆家 填报志愿时我才从外婆家回家 但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选择填报离家有千里之外的广州 一开始父母反对 我去那么远读大学 他们想让我填本事的一所普通大专 这样一来 我就少读一年书 费用自然也节省了不少 可我并没有听从父母的建议 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父母以此威胁我 说如果我如此固执的话 他们就不会再管我 我没有理会 而是回外婆家和舅舅商量 看她能不能替我做担保 让我能顺利贷到助学贷款 没想到舅舅听了后 立马答应了我的请求 因为父母对待我的态度 他们有目共睹 因为有舅舅帮忙 所以我的助学贷款 很快就办了下来 两个月后 我如愿继续读大学 可从始至终 我父母都没有关心过我 更别提他们会关心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好像他们的 没我这个女儿似的 舅舅和舅妈 因为知道我的情况 最后他和舅妈商量后沉默 我读大一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由他和舅妈负责 如果后面三年半的生活费 我父母还是不愿意承担的话 他们再想办法帮我 舅舅和舅妈之所以愿意帮我 那是因为他们 深知我父母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态度 所以他们心疼我 也愿意帮助我 去大学报道那天 父亲说他有事要忙 而母亲却说他身体不舒服 他们俩都不愿意送我去报道 而我只能一个人独自上路 去我向往的那座城市读书 要知道在此之前 我并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过家 因为我要去做兼职挣生活费 虽然舅舅和舅妈答应 他们说我大学四年的生活费 可以由他们俩负责 但联想到舅舅家也有两个孩子 加上外公和外婆都在他们家生活 我知道舅舅和舅妈的压力 其实并不小 所以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我想通过努力改变现状 我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我确定我能通过自己的双手 解决读大学时的生活费 从那以后起 周末或者节假日时 室友们不是回家 就是出去逛街购物 唯独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生活所迫 不得不出去做兼职 派船单 摆地摊 做家教等等 我都做过 再苦再累 我都觉得很值得 大学四年 父母很少给我打电话 关心更是没有 我很羡慕 同一寝室的室友 他们几乎每天 都有人打电关心 而我一个月都没有人 给我打电话一次 室友们都谈恋爱了 也有喜欢我的男生 但我却不敢接受 因为我很自卑 因为我担心 大学毕业后会被抛弃 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 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 留在广州发展 因为我不想回家 我更不想再见到父母 谁知在我刚上班不久 姐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经常高烧不退 无奈母亲只好逼着姐姐 去医院做检查 一开始 姐姐并不同意 因为她的工作很忙 需要经常加班 她根本就没时间 去医院做检查 为了姐姐的身体健康情况着想 母亲擅自帮姐姐请了假 不久后在母亲陪同下 姐姐去医院做了检查 谁知最后姐姐被确诊得了白血病 为了给姐姐治疗 父母经常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工资拿回家 帮姐姐治病 后面医生说 姐姐要做骨髓移植 才能活得希望 父母逼我回家 和他们一起做配型 最后父母和姐姐配型不成功 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没想到我和姐姐居然配型成功 可此时我却犹豫了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但不把骨髓捐给姐姐的话 万一它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想我会自责一辈子的 小小 妈妈知错了 妈求你了 你就救你姐姐吧 再拖下去 她会没命的 以后不管你要什么 妈妈都尽量满足你 只要你愿意把骨髓移植给你姐姐 你提什么要求爸爸妈妈都答应你 求你了 看到低声下气求我的母亲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 而且有气无力的姐姐 我心里更难受 思来想去后 我决定把骨髓移植给姐姐 这样也许父母对我就有了改观 也许他们会对我更好一点 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其乐融融地在一起 想通后 我决定捐骨髓给姐姐 并配合医生做一系列检查 为了能早日捐骨髓给姐姐 原本八十多斤的我每天拼命吃东西 最后把自己吃成了一百二十斤的大胖子 两个月后 姐姐的一些指标上来了 也适合做移植手术了 医生立马给我们安排了手术 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 姐姐后面也恢复得很好 排斥期姐姐也顺利通过了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以为姐姐打败了病魔 谁知姐姐从无菌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那天 她却出了事 那天姐姐很激动 当我们把她从无菌病房 接到普通病房时 她不停地跟我们说话 她抱着我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我们健壮既开心又有些难过 因为她在无菌病房里 整整待了八个月 那种心酸和无奈 无人能体会 那天姐姐的男友也婚礼过来了 她买了一束玫瑰花送给姐姐 姐姐激动地抱着她亲了又亲 我们都很感动 因为在姐姐住院的一年时间里 她的男友对她始终不离不弃 我们都为她们的感情感动着 于是我们都退了出来 好让姐姐和她男友多独处一会儿 那天是姐姐自她生病以来胃口最好的一天 她不仅吃了很多饭 还吃了一些她爱吃的水果 中午休息的时候 她因为很兴奋 所以一直没有躺下来休息 而是不停和我们说话 看到她男友还没有回去 于是我便决定回出租屋洗澡 然后晚点再过来陪姐姐 谁知当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姐姐居然说自己头很痛 我们以为是空调太冷了 所以就把病房里的空调调高了温度 再后来姐姐说她很累 我们心想 也许是她白天没休息好的缘故 所以就让她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姐姐点头答应 并躺了下来 因为姐姐的男友在里面陪床 所以我就坐在走廊的沙发上休息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姐姐男友突然发现她尿床了 她推了推姐姐 却意外发现姐姐没反应 她拼命地叫着姐姐的名字 可姐姐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听到姐姐男友的呼叫声后 我立马推门进去 此时的姐姐已经陷入昏迷 而且还发了烧 很快值班医生和护士都赶了过来 并对姐姐进行了抢救 并做了一系列检查 最后医生诊断 姐姐突发脑梗 我们要求转院治疗 却被告知以姐姐目前的情况不能转院 因为只要一移动她的身体 将会导致大出血 对此医生也爱莫能助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姐姐的主治医院过来了 但当她看到姐姐的相关的检查结果后 立马摇了摇头 姐姐的主治医师 也不同意姐姐转院治疗 因为这样只会要了她的命 父母哭晕在重症监护室外 我也不知所措 医生说 只能看姐姐的造化了 因为移植手术很成功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姐姐的生命体征也越来越弱 无奈医生只好让我们进重症病房 一遍一遍呼叫她 看有没有奇迹 当姐姐男友呼叫她的时候 她的心电图似乎有了明显的起伏 可很快 姐姐的心电图就成一条直线 无论我们怎么呼叫她的名字 姐姐始终都没有再醒过来 医生尽力抢救 可他们也回天乏术 最后姐姐因为抢救无效 永远离开了我们 姐姐去世后 母亲哭晕了好几次 而父亲呢 也坐在一旁默不作声 姐姐的后事 都是亲友和邻居帮忙料理 可让我气愤不已的是 父母居然在姐姐的黑白照旁边 当着我的照片 而我的照片同样是黑白色的 不仅是我感到气愤 就连家里的其他亲戚看到后 也觉得很气愤 因为同样是女儿 我却被区别对待 父母甚至不把我当成是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 而是你的姐姐 你这个丧门星 自从你出生后 我们家就没什么好事 当初就不该听你外婆的话 把你留下 灵堂上母亲冲着我大声吼道 顿时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不由自主地往下掉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母亲突然走过来推嗓着问我 你这个丧门星 是不是你身体里有什么病毒 把我心爱的女儿害死了 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回来 跟她捐骨髓 否则我宝贝女儿 也不会就此而丧命 说白了你就是丧门星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你给我滚出去 你不配送我宝贝女儿最后一程 说完后 母亲不顾亲友的劝阻 一气之下 就把我赶出了姐姐的灵堂 亲友们在背后议论纷纷 虽然大家都知道不是我的错 但因为父母正在气头上 加上他们还在痛苦中无法自拔 所以大家都不敢为我多说一句好话 从那以后起 父母就不愿意再见到我 而我则也因父母的偏心 对他们寒了心 我没有再主动联系过他们 更没有再回去看望过他们 为了逃避现实 我更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都无法从姐姐意外去世的痛苦中走出来 有对她的想念 同时也有对她的愧疚 因为我也觉得 她的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系 为此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经常到天明后才能入睡 因为经常失眠 所以就影响到我的工作 为此老板很不开心 我三天两头就被老板叫去谈话 最后无奈只好辞职 辞职后的那段时间 我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 无法自拔 因为没了工作 我仅存的积蓄很快就被花完 不得已我只好和大学同学借钱艰难度日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半年 眼看自己欠的钱越来越多 加上朋友同学的劝导 我决定重返职场 也许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很多事情我也想明白了 我开始试着去体谅父母 中年丧子 这种痛无人能体会 也许当时在灵堂上母亲的一番话 只是一种宣泄吧 此后 我虽然没有直接跟父母联系 但我会通过跟亲戚联系 得知父母的近况 我觉得就算他们再不好 他们也还都是我的父母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每隔一个月 我就会给父母转钱给亲戚 然后让他们带我拿给父母 可每次都被父母退回来 我感到很无助 很失落 不久后 舅舅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他让我赶紧回趟家 电话里我问舅舅 到底出了什么事 舅舅并没有直接告诉我 而是告诉我 回到家以后就知道了 我立马赶回家 谁知回去后 我才知道母亲自杀了 原因是他无法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 所以他选择了割腕自杀 一夜之间 父亲白了头发 而我呢 则在自责中泣不成声 一年里 我和父亲失去了两个至亲 为此父亲憔悴了很多 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做好饭后 一遍又一遍叫他 他都不愿意出来吃饭 父亲出门 一般都是去墓地 看望母亲和姐姐 很多时候 他一去就是一整天 看着他坐在 母亲墓前孤单的背影 我忍不住哭出了声 往后余生 我和父亲 注定要相依为命 为了照顾父亲 我不得不把工作辞了 然后搬回家住 一开始 父亲接受不了我 但时间一长 父亲慢慢开始接受了现实 父亲不再排斥 我去照顾他 但他却不愿意 和我多说一句话 我理解父亲的心情 所以我不会因此 而生他的气 我想终有一天 父亲一定会想明白的 到时我们一定能和睦相处 我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因为我是真的很爱我的父亲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我爸是六十年代 不可多得的中转生 奶奶说 以他的高中成绩 完全可以考上大学 却在高三那年 因为爷爷不愿意 给他买新自行车 而赌气辍学 奶奶好劝歹劝 他又辗转去念了中专 哪怕当年的中专生 也非常不错 可我爸在得知 好朋友考上大学后 学历就成为 身扎在他心里的一根刺 而我的出生 正好成为这份执念的容器 我爸把作声意外的所有时间 都倾注在我身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让我背三字经 论语 他说 这些是仙人智慧 我要多看 要懂礼仪廉耻 更要学三从四德 成为有涵养的好姑娘 我看不进去 看几个小时 也翻不了夜 他就打我 用鸡毛胆子的另一端 狠狠打 可是怎么办呢 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就像解不开的魔咒 钻不进我的脑子 我爸很快想出了办法 他让我妈辞职 帮忙管理家里的生意 这样他好抽出更多时间 教我读书 我不愿意 我妈也说 我跟老板商量 早点下工 晚上去厂里帮忙 这样也能挣多点钱 我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 可我爸却一巴掌 把我妈扇倒在地 骂他妇人之人 头发长见是短 说我妈没文化 要害死他的女儿 我吓哭了 蹲在我妈旁边 问他疼不疼 我妈抱住我 温柔地说 没事 我爸用蛮力 将我和我妈分开 他像踢垃圾一样 踢了我妈一脚后 转身对我说 以后爸爸照顾你 爸爸跟你那个 没用的妈不一样 我一定让你成为 十里八乡最优秀的女孩子 跟着你妈 你以后的下场 只会跟村头那傻子一样 又脏又臭 人见人闲 这番话彻底恐吓住我 我不想跟村头的傻子一样 成天对人傻笑 嘴角时常挂着口水 供全村人笑话 我对我爸的话深信不疑 把他当成救命稻草 可是相信是深渊的开始 我爸把我的所有娱乐时间都取消 我不是文静好学的小孩 我做梦都想带着小狗 在田野乡间奔跑 提着塑料桶下河桌蟹捞鱼 在爷爷奶奶的旧房子门口晒太阳 但我只能坐在书桌前 看书 写作业 练书法 不过家人对我都很好 挣了钱 我爸让我妈给我买漂亮衣服 他也会给我买很多芭比娃娃 哥哥会在饭间跟我分享他每天的趣事 说他今天又带着小黑狗 去刨了别人家的红薯 说他今天抓了螳螂 钓了好大一条鱼 说他今天去的网吧很贵 一小时要三块钱 好在有空调 我听得津津有味 吃饭速度越来越慢 因此挤占了学习时间 我爸对我发火 说我年纪小小 就偷奸耍滑 你的嘴巴是烂了吗 一顿饭吃个把小时 谁把你灌成这死样 明天不准吃饭 饿上几顿什么臭毛病都好了 他饿了我三天 我只能喝水冲击 在深夜偷偷起来吃我妈给我煮的面 可还是饿 因为我妈怕我爸发现 所以每次只煮一小把面 没有青菜也没有肉 为了让面好吃些 我妈下了很多白糖 素甜面确实好吃 然而在最后一碗 还是被我爸发现了 他砸了碗 抓着我妈的头发 往墙上撞 一下一下 狠力又干脆 像对待仇人一样 我在教育自己女儿 谁准你给她吃东西的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是个垃圾 自己没出息 也要害得小羊 跟你一样没出息 我说 妈妈不是垃圾 妈妈把素面煮得很好吃 我爸打得更凶了 说我妈不给我吃肉 影响我的大脑发育 是要害我 我妈发出痛苦的呻吟 让我去找邻居阿姨 我撒腿就跑 我爸动作更快地锁了门 我就往死里哭 哭得歇斯底里 不管我爸怎么拿衣架抽我 我都不停 闹出的动静 终于吵到邻居 有人来敲门 看着我爸整理衣衫走去开门 我忽然呼吸不上来 很快眼前一黑 失去意识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感觉 我和我妈都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 我妈头部受伤 有轻微脑震荡 而我是低血糖和贫血导致的晕厥 他还说 我免疫力太差 得多运动 我很感谢他 因为出院后 我爸在我的学习计划里加入了一项运动 当时 哥哥正好在学武术 我跟我爸说 想学跆拳道 他说 你一个女孩子 学跆拳道 有什么用 可以锻炼身体 而且以后被欺负 我可以保护自己 他不屑的眼神 我至今还记得 你拿什么保护自己 你只能靠男人保护 只有好好学习 考出好成绩 上好大学 才有资格嫁个好男人 别人才会保护你 可是爸爸 你的拳头只会挥向妈妈 我妈出院后 我爸决定 每周末全家去爬山 他要求我在两个小时内必须爬上山顶 我没有完成 一直到中午 也只爬到半山腰 我爸没了兴致 说 厂里的狗都比你强 虽然他骂我 但晚上还是带我去江边散步 看喷泉 给我买发光的气球 夜风徐徐 原来剩下晚上的风也是燥热的 我说 爸 你对我真好 他哼了一声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你看你妈 哪会带你出来玩 给你买气球 等你以后长大 可得多孝顺我 我感到不是 但还是点头说好 回去的路上 我们遇见了我爸的老同学 他坐在轿车里 探出头来 哥 你带女儿出来玩呢 我爸叫我喊人 我甜甜喊着叔叔 然后随口问我爸 爸 你为什么不买轿车 轿车好漂亮 我清楚看到 我爸的脸色 在夜色里变得更加灰暗 叔叔笑着跟我说 我爸以后也会有车的 回到家 他沉着脸 雨气冰冷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么势力的小孩 太让我失望了 以后你就待在家里好好学习 我不会再带你出去 然后 抢过我手中的气球 戳破 扔到垃圾桶 其实我知道 我爸对我一点都不好 他只爱自己 因为轿车的事 我原本考上了一所 当地很好的私立学校 却被我爸强制带去 一所普通公办学校报名 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 那私立学校的学生 非富即贵 打骂了我一晚上 你不认真读书 反倒生出歪心思 想去攀附有钱有权的人 我教你读书 培养你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骨子里 还是这么贱 我向他解释 那所学校师资好 他说 只要认真学习 去哪都一样 我被罚抄写论语 写出急性见巧言 痛得拿不文笔 我爸才结束这场惩罚 最终 我还是去了公办学校 我以晚自习老师 加课为由 几乎把嘴皮子磨破 才说服我爸 同意我住宿 我拼命忍着 呼之欲出的高兴 终于可以不用住家里了 终于可以逃离求聋了 可事情永远无法 如愿顺遂 我只在学校住了一周 就办理了退宿 家里厂房着火 爸妈都住进医院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需要人照顾 奶奶年纪大了 闹着要我回家住 和哥哥轮流去医院送饭 我憋着怒火 几乎咆哮着质问奶奶 你们不是说养老靠儿子吗 现在又叫我回来干什么 要是耽误我学习 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奶奶气得站在巷口 差要骂我 我就说女儿没用 你爸花了那么多钱 供你读书 现在住院 让你送个饭都不愿意 你哥现在都在去送饭的路上了 他嗓门大 顿时引来很多邻居 他们笑眯眯地 跟奶奶一起训斥 我是个白眼狼 说我读书厉害又没用 不如我哥孝顺 我气疯了 跑回去把奶奶养的鸭子全部放跑 他满巷子地追着我打 我跑得快 他被石头绊倒 我就站在远处冷眼看他 学校床位紧张 住宿申请只有入学时的一次机会 一旦办理退宿 就不能再入住 一想到还要在我爸的强权监视下 生活三年 我看着奶奶 不甘和恨意越发强烈 今天轮到我去医院送饭 奶奶把饭菜装进饭盒 盛出一碗鸡汤给我哥 另外的装好 叮嘱我看着我爸喝下 我知道 在他这儿 好东西永远轮不到我和我妈 我谎称不会坐公交 要我哥陪我一起去 奶奶凶我屁事多 我哥沉默着 等他骂完 才答应陪我去 一出门 我就把鸡汤喝得一滴不剩 我哥没有阻止我 我笑着问他 你讨厌奶奶还是爸爸 他没有回答 只是催促 我走快点 要赶不上公交了 我突然发现 我哥变得很不正常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记忆里的他调皮爱玩 懂好多新鲜东西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沉默 面无表情 一脸死气 路上 我在脑中翻找近几年 关于我哥的片段 却发现寥寥无几 爸妈的病房不在一间 我们先去给我爸送了饭 一进门 他就询问我入学考的成绩 我如实相告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看向我哥 你这成绩要是有你妹的一半 我现在都不用舔着老脸 给你找工作 我哥依然沉默 低头从饭盒里拿饭菜出来 似乎被热气烫到 拿菜拾手抖了一下 菜汤撒了一些在旁边的肉碟上 我爸骂他 读书读不好 拿个菜也拿不好 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废物 这下 我也沉默了 过了一会 我爸似乎平静下来 让我撕张纸给我哥 又叫我哥记下一串地址 从他们话里我才得知 我哥中考成绩不好 他不愿意继续读书 我爸又不同意 他去外地工作 现在给他找工作呢 写完 我爸接过纸看 怒火又窜了出来 是316号 你写318号干什么 我一字一句照着念你都能写错 你说说 你究竟有什么用 一无是处 我哥的神经不知被哪一句触动 脸上有了一丝表情 他反驳我爸 说我爸说的就是316 不是318 可是 我爸怎么可能会有错呢 在他眼里 他永远是对的 我哥指着我 对我爸说 不信你问小杨 明明就是 你自己说的316 不是我记错 其实我听到了 是我爸说错 不是我哥记错 可是当我爸看向我得那一瞬间 我竟鬼使神差地说 没有 就说的318 我哥又沉默了 我爸的辱骂像千万只剑扎在他身上 也是那一瞬间 我仿佛看到童年记忆里鲜活的哥哥 是怎么在日复一日的打压和谩骂中失去生气 变得木论呆滞 我急切地意识到 必须赶紧逃离我爸 我哥自杀了 发生得很突然 就在我们一起去医院送饭的当晚 我爸骂他 为了缓和气氛 我说想喝奶茶 我爸掏钱给我时 他跟着说了句 想吃臭豆腐 结果当然没有得到批准 还被我爸拆遣出去给我买奶茶 我哥走时 关门摔得很大声 我爸逆了我一眼 漫不经心地说 别学你哥的臭毛病 人没本事 脾气还挺大 都是你妈给惯的 你要是敢这样跟我耍脾气 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打了个寒颤 两个小时后 我们就得到哥哥跳河自杀的消息 被路人看到 及时就起送到医院 就在爸妈病房的楼下 警察说 人没事 斥责我爸妈几句后 便离开了 我爸平静地可怕 而我妈 在知道我哥是出去 给我买奶茶后 疯了一样骂我 我呆呆地站着 他似乎觉得 这样不足以泄愤 仰手将我的脸扇歪 这是他第一次打我 我就不应该对你太好 把你养成这骄纵的性子 仗着成绩好 随意拆拾你哥哥 那是你哥哥 不是你的仆人 今天你哥要是出什么事 你就是杀人凶手 我一定会杀了你 懦弱但温柔 从不说重话的妈妈 此时却目自欲裂地说要杀了我 一时间 我脑袋发猛 我扭头看向病房内的爸爸 瞧见他匆忙从我身上 一开眼神 他一定听见 妈妈在指责我吧 为什么不出来解释 明明不是我让哥哥出去买奶茶的 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过错 甩到我身上 让我承担 本该属于他的那份愧疚 又让我承担妈妈的怒火 我说 不是我叫他出去的 我妈愣了片刻 跪坐在我面前 望着我流泪 说出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到现在你还在撒谎 你小时候明明那么可爱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变得跟你爸一样 自私恶毒 奶奶得知我哥自杀 那把老骨头突然就不老了 冲到医院 扑在我哥床前 一个劲地喊着带孙子 喊完又冲到我妈那儿 挑我妈的毛病 说他克服还克儿子 最后 怪我闹着要我哥 陪我来医院送饭 而我爸 正在喝着他带来的鸡汤 罪魁祸首完美隐身 我笑了笑 跟他说 爸 老师说宿舍还有床位 要不让我回去吧 这些天跑医院 我已经落下很多功课了 我爸最在乎我的学业 立马就答应 那您现在把钱给我吧 我明天回学校就缴费 一听要钱 奶奶跳脚了 他抢走我爸给我的钱 心疼得很 让我住家里就好 既能照顾我爸我哥 又不用浪费这钱 我爸说 小杨现在的任务 就是学习 再说 这不是有你在吗 用不着他照顾我 奶奶脸色 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拿着钱 我在学校附近 租了间最便宜的房子 又窄又破旧 我却感到无比的心安 就这样心惊胆战地 瞒着所有人 在校外住了三年 我顺利考上重点高中 出成绩这天 我爸没有我预料中的开心 他看了一眼 匆匆说了句不错 就跑到阳台 和陈叔叔打电话 陈叔叔是我爸的朋友 我爸把我哥 介绍给了陈叔叔 让我哥跟着他打工学习 然而 哥哥木认 蠢笨 学什么都很慢 需要教很久 一根筋 不会拐弯 陈叔叔总是 事无巨细的 跟我爸汇报 我哥的工作情况 起初 还会夸上几句 久而久之 朝我爸吐的 就全都是苦水了 我爸这样 好面子的人 怎么会允许 自己的儿子 是快不可叼的朽木呢 更何况还频频 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 于是我爸决定 让我哥进自家厂房上班 他信心满满 认为奈把我哥调教成第二个我 可是爸爸 你的方法 只能吓唬哄骗几岁时的 没有反抗能力 没有辨别能力的我 骗不了将近二十岁的我哥 我哥好像窥探到什么天机 突然间心无所动 不管我爸怎么骂他蠢财 废物 或者其他更加歹毒的语言 他都笑意盈盈的 全盘接收我爸的恶意 承诺好好学 但工作依然做得稀烂 我爸费尽心力教他 最终把自己交进了医院 心梗 险些猝死 我妈又要照顾我爸 又要扛起厂里的事情 一夜之间 苍老了许多 其实我家的生意 已经是强弩之末 账收不回来 或卖不出去 在我爸倒下之后 连工人工资都开不起 最后只能宣布倒闭 我爸躺在医院里 总是后悔鲁莽 把场子关停 这场落败 好像继而遇是他人生的失败 他把一切怪到我妈 和我哥头上 没了能挣钱的爹 我哥依然浑浑噩噩 没钱 他就不出去玩 躲在家里整月不出门 起初我妈 还会苦口婆心劝他 托人帮他找工作 他总说不喜欢 我妈问他喜欢什么 他就摇头 说没有喜欢的 家里越来越穷 病重的丈夫 高龄的婆婆 没有任何收入的儿子 还在上学的女儿 这一切像一座座大山 压在我妈肩上 他只能去做一个月三千的洗碗工 被我爸知道以后 两人还大吵了一架 我爸觉得洗碗工丢人 但当我妈不拿钱给他 他被迫停药 疼得整宿睡不好觉后 他便不反对了 哪怕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 我爸偶尔还会给我零花钱 小杨 家里现在穷 你别乱花 衣服能穿就好 也别老跟朋友出去玩 自己买点好吃的吃着 你现在很关键 身体不能出问题 我妈也好像原谅了我 使唤哥哥去买奶茶这件事 我生日时 他给我订蛋糕 买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我 在我许愿后 说了跟我爸差不多的话 这是最后一次 给你过生日了 咱家现在没那条件 妈妈现在为了挣几个钱 累死累活 腰都直不起来 你要省钱 花钱不能再大手大脚 我在交纵 也明白如今家里的困境 整整两年 我都没有买过新衣服 就连习题也不敢买 只在网上花几块钱 买个PDF版 看手机看得久 尽是加深 却不敢换眼镜 申请贫困生 老师却指着我脚上 从初中穿到现在的Nike鞋 说 林阳 请你把贫困生名额 留给更需要的同学 那段时间 我真的活得好艰难 好在每次回家 我爸不再遗止气使 也不再对我说一些 让人听了心情不好的话 临近高考的那一个月 我都在家里住 因为在家里可以不用排队打饭 洗澡 也不用洗衣服 这些时间可以省下来 多做几道题 今天 我照常吃完饭 就回房间做题 我爸端了盘水果 开门进来 我不满醋眉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进我房间 就不知道敲门吗 他连忙道歉 把水果放下 爸爸就是怕你太累了 你应该适当休息一下 太紧张反而不好 我听说 以往有考生 就是太紧张 高考反而发挥不好 我停下写题的动作 抬头看他 脱口而出 你都没有高考过 怎么知道别人说的是真的 一个男人能不能有点主见 少到听途说 他的表情僵住 头上的白发被白赤灯照得隐隐泛隐 我一时有些后悔 明知道他人生最在意的 就是当初放弃的高考 却还故意 往他的伤口上撒盐 可想到他以往千般 用语言刺痛我 我又后悔 刚才没撒多两把盐 我妈说的对 我骨子里 已经变得跟我爸一样了 我厌恨我爸总是用恶毒的语言击溃我的精神 而今天 我也用他最在乎的事情去攻击他 我爸不敢说什么 默默离开 下一秒 我就听见他和我妈吵架的声音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用 儿子教不好 女儿也教不好 才跟在你身边几天 就敢跟我大呼小叫了 我从小教他的德性都喂狗了 我妈反驳 这家里除了你 还有谁天天大呼小叫 谁他妈娶到你这种倒霉货色 能有好脾气 要不是为了小羊 老子早跟你离婚了 天天看你这张衰脸 运气都背 我戴上耳机 将歌声调到最大 歌声在耳畔 却唱不进心间 目光触及那盘水果 我把笔扔掉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我真恨他这份池来得好 只裹鞋钉点的爱 败出一副可怜的样子 就几乎要磨灭过往对我的伤害 难怪都说生小孩好 小孩多好骗啊 打不还口 骂不还手 基于心口十几年的恨意 在他地上裹盘 在我看见他头上白发的瞬间 分崩离析 高考前 学校要开一个家长会 要求家长必须到 我找了我爸 他正在吃药 我的腰不好 你们学校这家长会 一开就是一上午 我做不了 让你妈去 我妈刚好下班回来 衣服上沾满污渍 她一走近 我就闻到她身上那难闻到 好像把我嗅觉 暴揍了一顿的味道 听到我爸的话 我妈不耐烦地说道 我没空去 以为我跟你们一样 好命能在家闲着吗 你们现在吃的哪一口饭 不是靠我挣的 我爸听完就造了 你以前的吃喝 都是天上吊的是吧 这个家要不是靠我早就散了 我辅导小杨那么多年 你现在去开个家长会会死吗 是你自己说的 让我这个没文化的 别管你女儿的事 吵吵吵 我踢翻垃圾桶 骂道 都不用去 我就跟老师说我爸妈死了 直接的咒骂让我爸脸色突变 嘴唇颤动着 似乎想骂我 又顾虑到我即将高考 忍了下来 而我妈 看到翻倒的垃圾桶时 破口大骂 扬声哭诉自己 在外面工作受尽白眼 回家还得不到 我们的一个好脸色 我关上房门 将这些声音隔绝 直至高考 从考场出来时 我看到我爸站在校门口 衣着得体 容光焕发 我刚走近 他就递给我一个红包 横骨 他抱住我 我猝眉想挣脱 却不如他力气大 他松开后 对我说 小杨 这些年辛苦你了 爸爸相信你 一定会考出好成绩 不费我这些年的栽培 你从小没出去过 这些钱是爸爸给你出去旅游的 我拿着红包 注意到我爸手上的表 以前好像没见过 他张扬的行为 吸引许多同学家长的目光 有人说 看别人的爸爸 真好啊 我爸笑得亲切喜人 他在外人面前总是这幅模样 以前大家都夸他儒雅斯文 失业有成 又叫女友方 所以他总说 要不是为了我 他早就和我妈离婚 找其他漂亮又有能力的女人去了 为了保足他的面子 到了家 我才把红包还给他 以家里现在的条件 两天吃一顿肉 哪有闲钱给我出去旅游 我爸好像看出我的想法 说别操心钱 以后再挣就有了 他坚持 我也没再推诿 订了下周的高铁 独自去隔壁省的海边 待了两天一夜 我住了一晚最便宜的民宿 吃了两天路边摊十块钱的炒面炒饭 回家的第二天 就得知我爸给我哥买了两套房 小杨 你大学毕业后 要多帮衬你哥 小时候 你哥最疼你了 席间 我妈和亲戚们聊天 忽然转过头 对我说出这番话 高考成绩出来 比本科县多出92分 我爸当晚订了餐厅 把亲戚都请来 我爸又一杯酒下肚 听到我妈的话 明显不太乐意 我都给他买两套房了 你还要小杨怎么帮他 自己不争气 现在啃老 以后又要啃妹是吗 我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听错 你说什么 我看着我爸 气得直抖 你什么时候给我哥买房 哪来的钱 我爸猛地从酒气中清醒过来 吱吱吾吾 迟迟不回答 我看向我妈 她心虚地不敢和我对视 奶奶挡在我哥身前 语气指责 我就说这是不能让她知道 就她这性子 铁定要跟我孙子抢房 我推开她 怒吼 你们天天说穷 到底哪来的钱 给我哥买房 也没什么 是收回来之前 别人欠的货款 她还想说谎 骗我说是最近才收回来的 被我逼着拿出来购房合同 才承认是前两年就已经到手 我哥一直都知道 所以 他才那么肆无忌惮地躺在家里玩游戏 小时候 不用吃读书的苦 长大了 也不用吃工作的苦 而我呢 想起不舍得换的眼镜 不舍得买的练习册 每天在学校吃六块钱的炒米粉 一块钱的兑水豆浆 两个月瘦了十斤 总是犯炫运症 他们告诉我家里很穷 在我面前互相抱怨 指责 我在各种事情上省钱 如今迎来的却是两年的欺骗 我告诉自己 爸妈从小到大没亏待我 所以在艰难 我也咬牙挺着 我不能成为他们的累赘 现在看来 他们同样没亏待我哥 我心疼哥哥读书不厉害 总是挨我爸的骂 可我小时候挨骂 被饿三天不能吃饭时 他会心疼我吗 他们把对我的好挂在嘴上 对我哥的好却在行动上 两套房 挥挥手就给了 我却陷入小恩小惠的泥沼中 反复咀嚼 他们给我带来的痛苦 纠结他们爱不爱我 林扬 你真蠢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对我爸说 明天就把其中一套房子 过户给我 我爸怒得拍桌而起 你在说什么疯话 房子是给你哥的 不是给你的 亲戚们也围着我 七嘴八舌地说 唾诺星子四处飞 小杨 你应该懂事点 你爸供你读书这么多年 你哥早早就辍学 也没从他那里拿什么东西 你爸给他买两套房怎么了 就是啊 你爸为了你 生意都放弃了 你这小孩怎么一点都不替你爸着想 你爸让你好好读书 不就是为了让你以后 嫁个有本事的老公 有房住吗 你现在跟你哥抢什么 我妈也说 你一考完试 你爸就给钱让你出去玩 别人家小孩一考完 就去打工补贴家用 你怎么还不知足 我真后悔 后悔拿下那个红包 更后悔曾经享受了他们对我的好 我从小就知道我爸只爱自己 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发现 他们给我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呢 我爸希望我为他正面子 我妈希望我能帮扶哥哥 或许我妈自己都忘了他说过的话 说我跟我爸一样自私 可以不过户给我 但以后你们养老 也别找我要一分钱 生病更别想让我伺候 让我哥去给你们擦拭端尿 我哥气地骂我 林阳 你别忘记你以前差点害死我 我冷笑 你骗骗别人就算了 别骗自己 当初骂完你又让你出去买奶茶 想逼死你的人 是你爸不是我 今天提起这事 我也不想再替我爸 那个没用的男人顶罪了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 和我爸的叫骂声中 我哥朝我笑了笑 缓缓道 你从小就爱说谎 还偷喝掉奶奶给爸的补汤 现在还在污蔑爸 林阳 我看你那些道德经 是毒尽肚子当时拉掉了吧 成绩好又有什么用 人品败坏 我抄起杯中就扔向他 补汤泼了他一脸 他在报复我 报复我当初没有说实话 害他被我爸骂 我爸自知理亏 气焰消了些 放缓语气 小杨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给女儿买房的先例 再说 你小时候喜欢芭比娃娃 我给你买了 我要是不疼你 还会让你读书 早把你嫁出去了 真好笑 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放了狠话 爸 我不要求平等对待 我和我哥 但你要是不把一套房子过户给我 以后我就按最低赛养费给你们 不会再回家 亲戚都在骂我 我爸却不觉得我真的有这么硬气 他说 随便我 我想怎么闹就怎么闹 房子 不会给 他也不会给我掏大学学费 他以为 我还是那个任由他控制的女儿 我早就想从彻底脱离这个家了 我拿着旅游剩下的钱到临时打工 包吃包住 两个多月拿了一万多工资 足够我大学第一学期的消费 我一直没有联系家里 家里也没人联系我 过年也没有回家 直到大四那年 表妹打电话给我 说 姐 出事了 我哥盗窃 被抓了 我爸又被气得进了医院 除了老毛病外 还查出肿瘤 当初我爸给我哥买的房子 一套是全款 一套只付了首付 他以为给我哥加点压 就能逼他出去工作挣钱 但我哥总是各种借口 房贷还不上 就从我爸妈的养老钱里抠 帮他交了第一次 他就愈发肆无忌惮 认为我爸妈可以脱底 直到我爸妈实在拿不出钱 他就动了歪心思 听完表妹说的 我的心情竟意外平静 坐牢吗 不清楚 鼓掌现在嚷嚷着 要你回家 挂了电话 我立马上网搜盗窃 多少钱会被判刑 周末 我买了机票飞回家 表妹到机场接我 带我去了医院 亲戚和我爸妈都在 看到我 有人冷嘲热讽 我还知道回来 有人拉着我说 我爸的好话 我推开他们 问 林峰人呢 林峰就是我哥 没人回答 大家都沉默下来 我隐约感到不安 怎么 人不在这儿 是在家睡觉 还是坐牢去了 众人的脸色很难看 我的眼神停在我妈身上 她像小时候对我那样 软着语气 带着低下的请求 小杨 小杨 你哥哥出了点事 现在家里只能靠你照顾了 坐牢了 对吧 我笑了笑 把整书包的资料倒出来 随便挑出一本 翻出我准备了一年的笔记 密密麻麻 扔在他们面前 拼命抑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辛苦地几百个日夜 我的梦想 我的前途 就这样毁在你们子身上 为了被考工 我拒绝了大起的offer 现在你们叫我回来照顾你们 好是你们紧着我哥 现在他毁了我的人生 你们还怎么有脸 让我替他承担责任 我几乎要疯了 人生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 绑在身上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逃离 总会在关键时刻 被拉回原生家庭的深渊 我甚至不知道该恨谁 恨我哥的堕落 还是恨我爸妈失败的教育 和对他无限的纵容 我甚至恶毒地想 我哥就该淹死在那年的河里 小杨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姑姑指责我 公务员竞争那么激烈 你也不一定考得上啊 怎么就怪你哥 再说 工作你再找一份不就行了 都是一样的 我狠狠打了他一巴掌 林阳 你疯了吗 对 我就是疯了 我怒声大吼 你再多嗲嗲一句 我拿刀捅死你信不信 他受惊的连忙往后退 拿着东西就跑 没多久 一屋子亲戚都跑光了 我和我爸妈都沉默着 我蹲下捡书 我爸忽然出声 小杨 爸爸真的很后悔 我手下的动作一致 眼泪不争气地涌出来 我用手背擦掉 将书全都扔进垃圾桶 我回学校了 争取到出国读研的机会 我爸把其中一套房子卖掉 钱全都打进我的账户 让我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不要跑出去兼职 我将这笔钱原封不动 存进银行 每个月打五千块回去给他们 高三那个暑假我就说过 我不会再拿他们一分钱 也不会在他们膝下尽孝一分 我爸总是给我发微信 大到他的病情变化 小到他今天吃什么 我没回过消息 我爸也不在意 一天要发几十条消息给我 后来 他养了只小狗 跟以前厂房里我喜欢的 那只小狗很像 他给小狗取名羊羊 除夕夜 羊羊和我爸妈拍了张全家福 我爸把图片发给我 说道羊羊想姐姐了 我躲在被子里 捂住嘴 不让自己哭出声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